如果各位,老師如果有一些東西要做分享的時候,那個網址一定很長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到雲端硬碟 我們到雲端硬碟好了 好,我舉個例子,假設今天我有一個資料夾或一個檔案要共用 我就按右鍵,然後共用 然後假設這個地方,存取權是知道連結的所有人 然後我就要複製連結,然後按完成 那我先看喔,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網址我分享給別人,那個網址多長啊 這麼長 如果你今天沒有Google Classroom,可以把這個網址貼上去 或者沒有LINE群組貼上去 就像我常常,比如說我臨時到哪個地方做演講 我也沒有大家的LINE 我也沒有大家的Google Classroom 我也沒有大家的Gmail 沒有大家的LINE等等的東西 我怎麼分享給大家 那建議各位,你可以用短網址 短網址用什麼呢? 叫做GG.GG 網址直接打GG.GG就好 然後按下Enter 然後,雖然是英文介面,但很簡單 你就把剛才這個文字最大的地方點一下 把你剛才的文字貼上去 有沒有,這個跟大家分享的網址好長的貼上去 然後這個地方 有個叫做Customize Link 個人化的連結 這什麼意思啊?來,請你先打Google 你就看到這裡,你可以自己取名字 假設我取一個很簡單的名字叫Travel 然後打完了之後按Shorten URL 縮短網址 但是它會出現紅字 Linked with this path already existed 這個連結已經有人用了 那怎麼辦啊? 我建議各位,你的一個很簡單的名字 配上今天的日期 8月26 假設我就寫8月26好了 Travel 826 好,Shorten 這個網址就可以發佈進去 你就可以跟大家講說 現在請連到我的旅遊介紹的網址 叫做GG.GG斜線Travel826 請問人家好不好打? 很好打網址吧? 要記也很好記 因為今天是8月26號 你就記得上課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你就知道那個網址大概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你是PDF826也可以 或者是教數學Math826 可是每一年的我的課都重複開 短網址都重複說的話 到時候都可能不叫826啊 大家會記不住啊 沒關係,你就再加上年嘛 Math2022 Math2022-0826 可不可以?可以啊 那很多老師也會問到 我在很多地方上課講到這個時候 很多老師都會問說 請問這個網址會保存多久 就是我這個縮短的網址會保存多久 不重要 因為 沒人會記那麼久 過了一年之後 他還記得我上次在幾月幾號上課嗎 不記得 你只要 假設你要在公佈的時候 重新產生一個 就好了 這就叫短網址 這麼簡單 你不要再去Google搜尋 哪一個縮短網址的網站了 不要 你直接用gg.gg 然後把你的網址打上以後 customize link.go 取一個 比較簡單記 但是別人又不會用到的 然後shorten 只要出現excellent 那這個短網址 就可以發布出去了 可以嗎 這是短網址的 好 那我這個還算簡單 我再繼續往下介紹 好不好 因為那個 連老師有說 等一下可能要消毒 要按時要趕快 那個 結束掉 抱歉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金山高中這邊的課程 好 接下來 Google翻譯 我來試一下 Google翻譯簡單的試給各位看一下 Google翻譯 這個地方 我們都知道 Google翻譯 你可以在這網址打Google Translate 當然你要翻成中文 你要打成Google翻譯也可以 Google Translate 這邊就可以直接 我要打英文 然後翻譯成中文 甚至 像我有在介紹 那個天文的 那有時候我會介紹 美國NASA網站 NASA網站 點進去 各位老師都可以看 都是英文的 學生可能會看到英文 就會嚇到了 怎麼 他怎麼會想要去看這個英文的 這些字啊 那放心 用Chrome瀏覽器的好處是 他可以點擊之後 網址這裡 有個 欸他現在已經拿掉了 有的會 這邊會跑出Google翻譯 欸 啊為什麼沒有啊 欸 來 看這裡喔 Chrome瀏覽器 三個點點 選設定 好 然後設定裡面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我看一下他現在在哪裡去 在 他有一個叫翻譯的 我看一下 欸他現在整理我 我翻譯 我要找一下 他現在跳到哪裡去有點 而且 這個 這個版面好像跟我一般 啊應該是語言 語言這裡 對不起這裡 語言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喔 可以是翻譯 這裡 有美國英文的 後面三個點點 可以直接 這裡 這裡 將Google Chrome的界面文字 這不是 這是預設是這個 可是我記得有一個翻譯啊 這裡 詢問是否將網頁翻譯成你慣用的語言 這裡這裡 打Google 那這裡打開來 語言 然後翻譯這裡打開來 OK 那你回到NASA的 可是他可能還不會直接翻譯 你要重開一個 重開一個新的 欸我開一個新的好了 我打開之後開一個新的 再回到NASA 好點擊進去 各位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 Google翻譯的 點擊一下 中文 全文翻譯了 可以嗎 萬一沒有全文翻譯 我再講一次喔 在哪裡設定 三個點點 設定 然後 再語言 然後 這幾個語言有沒有 欸 那日文會不會翻譯啊 來 給各位看一下日文會不會翻譯 來 我這邊喔 三個W 點Yahoo好了 點CO 點JP 這是日文喔 日文網頁喔 日文的Yahoo網頁 他這邊也出現了有沒有看到 中文 就直接翻譯了 但是啦 我說 跟各位老師說明喔 Google翻譯喔 基本上他做全文翻譯 有時候不是對學生那麼好 因為學生就養成那個習慣 然後可能還是一樣 英文還是不好 都完全靠到翻譯 那如果 建議各位 老師 你可以教學生做一種叫做 加一個Chrome的外掛 加一個外掛 可以不要做全文翻譯 盡可能看英文 等到不會的單字 你再做反白 他可以跳出來 來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來在這裡喔 你們在這個地方 幫網址幫我打入 Web Store 聽起來好像那個App Store 它這個是Chrome的 那個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幫我打Web Store 搜尋到以後 Chrome線上應用程式商店點擊進去 出現這個有沒有像那個Play商店那種感覺 然後左上角 左上角 左上角 幫我打入Google Translate Google 然後Trans 安裝一次就好 你看多打一半它就產生出來了 Google Translate 點擊 然後你就可以找這個圖案 這就是Google的產生的 點擊之後 然後右上角加到Chrome 然後這裡 要新增Google翻譯嗎 來新增擴充功能 幾秒鐘之後 右上角就出現了 右上角出現之後 打XX沒關係 收起來 它以後在這裡 而且你以後也不用打開它 點擊它 不用喔 但是你要重開一次Chrome 假設我再開一個新的Chrome 它才會生效 來看一下喔 假設我選NASA 又一樣進到剛才的NASA網頁 我現在不要全文翻譯 我不要全文翻譯喔 你看我點擊進去之後 假設來看這邊的字 什麼叫做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我不知道耶 我可以把它反白 等一下 這樣子好從這裡反白 你看喔 我反白完 滑鼠放開 你們有沒有看到旁邊出現的Google翻譯 點開來 它就只針對這幾個字翻譯 甚至我想要讓它發音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它就可以發音了 然後日文網站也是一樣喔 來三個W 點Yahoo 點CO 點JP 然後喔 來我隨便點一個新聞進去 好假設 你看這麼多日文啊 我哪知道 好來這個什麼 Mata 這個到這裡好了 放開 這裡也可以點擊 日文 此外 什麼當然這個可能沒有 沒有反白到更多的 但是我們還可以聽它發音 Mata 5M 小字 はこれまで長きにわたり 這樣有沒有助於那個語言的學習 對不對 不要全文翻譯 因為有時候全文翻譯 現在嚴格來說 全文翻譯也沒有翻得太好 那倒不如就是讓大家盡可能看原文 但是遇到不會的單字或一句話都可以 一整句也可以喔 一整句也可以喔 OK 一整句也是可以的 它也可以翻譯出來 所以那個 Chrome瀏覽器它的好處是 它不是只當網頁用 你只要能夠加不錯的外掛 它可以多很多的功能 所謂的外掛就是剛才的Web Store 它的這個Chrome 專門加值在Chrome上面的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你點擊進去之後 然後在左上角幫我打入Google Translate 然後把它加入進去 以後那個Chrome重新開一個之後 或者以後 以後重開機都會已經有這個 加值功能已經加上去了 只要遇到外文 你看你要全文翻譯也可以 你只是要裡面的一些文字 做翻譯也可以 可以嗎 好 那 我再繼續往下講一下 因為我 現在還剩三分鐘 我就把它講完 把這三分鐘講完 等一下 我要投影手機 來 我再把我的手機投影上去 因為現在要操作手機的Google翻譯功能 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好 來 請各位看一下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畫面 然後 我的電腦 我現在把電腦切到我的那個什麼 切到那個剛才的NASA網頁 請各位老師看一下 我把這個Google翻譯叫起來 手機的Google翻譯叫起來 好 各位看到我已經把Google翻譯叫起來 我這邊不登入好了 好 其中 我們先看相機好了 我切相機 然後 現在我要 上面是日文的 我把它切換成英文 偵測語言 好 英文 好 英文到中文了 來你看喔 我現在把我的手機放橫的 你看到什麼 我先弄到旁邊去喔 再回來 你們看到 英文字過一下就變中文了 你看我再放大一點 就中文可以看了 它會自動掃描 然後把它轉成中文字 這個好處用在哪裡呢 如果各位真的到國外去 它給你的Menu 就是你要點餐的時候 你不用找人家來問 你直接你的手機這樣翻譯就可以了 OK 好 然後 好來我再回來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用對話 對話可以幹嘛 等一下齁 對話 欸等一下齁 對話的好處是 欸我的對話放哪去了 主畫面 欸我的對話為什麼啟動不了 啊 我現在對話啟動不了 是因為我這個也用Google Meet 在投影 對話我老師可以試試看 對話如果你今天假設我舉個例子齁 你那個日文跟中文 你如果 你日文翻譯成中文 中文翻譯成日文都可以 假設你走到路上 突然不知道路怎麼走 你就直接Google翻譯的對話打開來 然後你就按你的中文 按下去你就開始講話 比如說請問火車站怎麼走 然後他就會轉成 假設你在日本 他就會轉成日文 然後發音出來 什麼 他用日語唸出來給對方聽到 欸那對方聽了 他就大概知道意思了之後 他要準備講之前 他就按對話裡面的那個 日語 按下去 他講了一段話 他就會翻成中文 唸出來 所以各位有這個Google翻譯 你真的到國外非常好用 因為曾經有旅行社 也找我一起帶團到日本 但是我不是當領隊導遊 是因為他們那個行程當中 會有要參觀那個 日本的太空總署叫JAXA 然後然後甚至還會去參加 他們的那個日本的STAR Party 然後呢那個什麼 反正會有導遊會翻譯 但是那個旅行社考量到是說 如果這些去的團員們 如果問了一些天文的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導遊不知道該怎麼翻 導遊也可能不知道該怎麼解答 所以他就找我這個會天文的 我就跟團出去喔 然後我在現場我就發覺 日本人很多都真的很習慣用Google翻譯 跟台灣的這邊的人講話 他就用Google翻譯直接來做這樣對話 可以嗎 所以Google翻譯真的很好用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多嘗試用用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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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